许多口腔问题都是因为多数人轻忽牙咒病菌的危害 如果出现牙齦发炎、肿胀、出血这些轻微症状就要特别注意 不要害怕看牙而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机 造成牙齦萎缩、牙齿脱落等严重的后果 牙齿松动是可以保住的 首先是要恢复牙齦健康 照医师的先进技术 就能准确清除牙齦内的细菌槽及牙结石 再使用甲板技术来固定松动的牙齿 不用拔牙、直牙 只要定期维护牙齦健康 就能保住松动牙齿 patients choose to use endoscopy because it is minimally invasive in other words, to really clean the teeth out and get rid of the infection under the gums we don't have to cut the gums up and go look in there for the debris and with endoscopy we can clean it by numbing the gums up and do a thorough job of it so that we get a good result without having to cut but this attracts the patient to come to us because we can do it so minimally invasively and then there is hardly any discomfort 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想我自己试一下 稍微轻微地去试一下 结果我咬了那个排骨 那个咬下去 一咬就断 那个排骨肉一咬就断了 好像这个牙齿是非常锋利的 非常健壮的牙齿一样 然后我完全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 一口好牙必须定期护理 千万不要延误治疗而使病情恶化 牙周病可能是千亿尺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慢性感染才是最可怕的 与传统亚洲病治疗手术完全不同 赵医师的免开刀 无痛激光生成洗牙技术 在南加州赫赫有名 专业又细心的治疗方法 让患者不再害怕看牙 有位细心又信任的牙医师 让人不再害怕看牙医师 拥有一口好牙 绝对可以让言谈与笑容更有自信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